肖府燕客打领前来帮忙,却受到尽知之人的挑衅和奚落,肖燕燕二话不说站出来帮打领,这时横得让来到肖府,肖燕燕立马笑住颜开,另一边耶律贤得知立后的良辰吉日还有半年,便决定先以贵妃的身份,皇后的礼仪接燕燕进宫,而此时,胡念清点燕燕的家装时,却发现里面有顶皇妃金官, 他急忙提醒燕燕和韩德让,随后肖燕燕拿着皇妃金官问肖斯温,肖斯温这才将赐婚的圣旨拿给他,肖燕燕接受不了这个事实,他明确表示他绝不嫁耶律贤 我不嫁,我真的不能嫁给他 韩德让得知耶律贤已下旨那,燕燕为妃,不由想起此前对方那番话,他大为生气,立即闯入皇宫,韩德让一见耶律贤便狠狠给他一拳 叶律贤却称大辽与他都需要燕燕,但韩德让表示这次他绝不会放手 随后,韩德让回到府中,肖燕燕正在等他,二人决定立刻私奔 胡念特意为他们准备了金子,却刚好被肖斯温撞见 他只好求父亲放过燕燕,肖斯温分析了利弊,还说若自己出了意外 胡念必是肖家之主,说完便将令牌交给胡念,让他追回燕燕 肖燕燕与韩德让快马加鞭赶路,只要过了前边的幽州,他们便出了大辽 天色阴沉即将下雨,二人决定停在路边小屋休息一晚 他们相拥在一起认定了彼此,也想着日后的幸福生活 隔天,韩德让与肖燕燕离开大辽前再登燕云台 肖燕燕将自己和韩德让的两缕发丝结在一起 二人是在燕云台定的情,也将过往的一切埋在燕云台 这时,胡念突然出现,他让燕燕同他回去 韩德让与燕燕见状,拼死抵抗 燕燕被士兵强行抓住,而韩德让则被打得遍体鳞伤 不忍杀